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铁咖啡 对比盲测一下到底是哪台咖啡机做出来的咖啡好喝 为了这个比赛的公平性 首先第一是盲测 第二 我用了一样的磨豆机 中间这台是磨豆机 所以说就能保证它萃取的参数是一致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拭目以待 毕岛它在后面操作 所以说它做的哪杯是哪杯我是不知道的 它自己做了几号 那等下它拿上来了之后我们就开始盲测 我已经听到毕岛的脚步声了 这是两杯没事对吧 对 两杯没事 这两杯你做的温度相当 从温度上边我都辨别不出来了 那是的 我先喝我左边这杯了 好 抱 我觉得这杯很好喝 好喝 非常好喝 有什么味道 很balance 很醇厚 好 说完口再喝第二杯啊 右边这杯啊 嗯 闻起来其实是一样的 没有太大区别啊 感觉这杯有一丢丢蛋 但是这杯的甜味要稍微好一些 我再喝第二层 第一杯醇厚第二杯甜 这怎么选嘛 这很难啊 那说明我的技术还是可以的啊 我制作的功力还是很标准的 我去 你这个我完全全把这两个机器的差距拉小了 人家怎么选嘛 我觉得我还是选第二杯吧 这杯甜一些 虽然说第一杯真的很醇厚很醇厚 但这杯它的甜度高 我自己个人更喜欢右边这杯 真的假的 真的 然后我右边的这杯是哪个机器做的 就是它更甜的这杯 你猜一下 我怎么能猜出来 我刚才我喝不出来哪个是哪个 正常是好喝的肯定是说比较贵的吧 大家可能认为 观众肯定会这么想嘛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是觉得这两杯咖啡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小的 没有什么差距的 左边的这杯醇厚度更高 我的右边的这杯是我第二次喝的 它的甜度更高 但是我个人更喜欢甜感高一些的咖啡 所以说我就选了右边的这杯 哎呀才一直在卖关子 卖什么关子直接松啊 好那我先说这杯甜的 这是用惠家KD310萃的 我去真的假的 对 你确定吧 对的 我怎么这么有点 怎么觉得 观众是不是心里面有点落差 感觉起说完的机器和几千块钱的机器做出来的 我竟然选了几千块钱的机器 而且我这两杯萃取的它的参数都是一样的 我的水温都是用的92度 28秒到30秒之间 但是它的克重是一样 我萃取的克重业重 都是在18克萃的1比1.8 有没有颠覆你们三观 所以说我也是蛮震撼的 我竟然没有选这杯 但真的是它没有什么差别 真的是没有什么差别 你可以向观众保证你是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对不对 你没有弄虚作假 惠家没有给你打钱的吧 我都不认识惠家的人 我不认识 惠家没打钱的哈 但是Sneider这款机器做的时候手感很好 我觉得手感很好 然后它萃取的颜色特别漂亮 金黄金黄的 所以你看的时候这两杯Sneider的颜色更加的漂亮 好吧 小心 那等一下你再做两杯牛奶咖啡 让我再对比一下好吧 好 迫不及待的奶咖又来了 伴随着毕倒的脚步声 这个温度控制的真的是微妙了 刚刚好 迫不及待我要想抽一口 这是我先喝右边的 刚才我先喝的左边的 嗯 很清甜 香 蛮香醇的 我再喝下第二杯 嗯 第二杯的咖啡的味道和牛奶的味道更好 是吗 对的 这是第一口 你别 我再喝下第二口 真的假的 呵呵 多忙 第二杯的牛奶和咖啡的比例刚刚好 非常酸 然后这一杯呢 我右边的这杯有一点核果的味道 我更喜欢这杯 这杯非常酸 你喝到了第一口 你就觉得你会被它喜欢上 这次不要什么再啰哩啰嗦的 直接公布答案 这杯是哪个 我有点 我那么心爱的Slayer 都被你反的拆过来了 真的假的 对啊 这杯又是310做的吗 对啊 会一下到底有没有给你打钱 你就这个必打 对观众发誓 我有点 我有点失望了 我心爱的Slayer有点失望了 真的假的 对啊 但是真的是 我打亲眼的 我真的是喜欢这一杯 好吧 我一直认为这一杯比那个好的 我以为这杯会比那个好的 但是我也没有喝 我不知道 所以你喝这杯它是什么味道呢 你为什么会选那一杯呢 你要知道 牛奶咖啡一定要有牛奶的香味 和咖啡的香味结合在一起 这它结合得非常好 奶香味也很突出 咖啡的香味也刚刚好 就让你很舒服 还是我的技术好啊 毕导 你在制作的时候 没有什么任何小动作的 没有 真的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所以说这真的 我自己觉得 我也是蛮震惊的 为什么就是一个几十万的咖啡机 还有一个几千块钱的咖啡机 房侧 然后呢 我都选了几千块钱的咖啡机 做出来这一杯 我今天如果不做这个测试的话 我自己我也不知道的 然后盲测了之后 我自己也是被震惊到了 而且我的比例都是一样的呀 我确实都是32克 时间都在28秒到30秒之间 所以为什么会有区别 你觉得呢 就是口感上的区别 这杯我看起来明显颜色要深一点 奶尔做出来的颜色稍微要深一点 稍微深一些 那为什么它喝起来 没有这杯表现的更加香醇呢 我把眼罩摘下来了 你做的拉花这么好看啊 是的呀 那为什么这杯颜色明显看起来要比这些 这杯稍微淡一些啊 这杯是深的呀 对呀对呀 那为什么它喝起来更香呢 所以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刘老师说的 惠家310的会好喝一点 明显看一下这杯奶泡 这杯牛奶你看啊 它这个表面 这杯稍微深一些 这杯稍微浅一些 但是为什么它的牛奶和咖啡的这个 结合的味道 我喝了一口了之后真的感觉是过口难忘啊 然后这杯呢就明显它的香醇度的表达就没有没有这杯好 所以说真的就是我们平时有的时候判断东西是比较先入为主了 然后今天呢我们用同样的所有的方法方式一模一样的对比的情况下呢 这个几千块钱的咖啡机的表现竟然比几十万的咖啡机表现得要好 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啊 我觉得像这种上用的这些咖啡机啊 当你在做一杯咖啡的时候 可能真正的表现不出来它真正的性能 那它真正的性能其实都表现在这个生产力上边 然后单独的做一杯这么一杯咖啡或者是几杯咖啡的时候 嗯怎么说呢 其实表现的都差不多 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人院这一块 就是咖啡师的技术和想法这一块 因为我也好久没有喝过牛奶咖啡了 我平时都是喝黑咖啡 然后呢这杯当我喝到第一口的时候 我被感动到了 真的是好喝 哇太酸了太酸了 好香醇啊 就像我原来这咖啡店里面的时候 其实咖啡机都是很好的 然后摩托机都是很好的 但每天它的味道出来都会不一样 那也可能呢有时候它的豆子的话 在每天的天气潮湿度的情况下 还有一些细微的这种水温和这种时间上的一些把控下 都会产生出不同的味道 OK 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呢其实并没有太有那种针对性啊 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其实他们都是有自己各自的职能的 几千块钱它就是可能就是家用 但是并不一定说家用它就做不好咖啡 它咖啡也是OK的 也并不是说那几十万元的咖啡机 它做出来的没有今天的这个表现好 而是它没有在自己真正的这个位置上 它本来就是商业用的 可能就是每天要出品几百杯咖啡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的 这才能表现出来它自己真正的价值 所以说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 Cheers